今年的世界大賽將由紐約洋姬強碰洛杉磯到齊 兩隊相隔四十三年之後再次在世界大賽交鋒 也是條文君二零零九年奪冠之後再次重返世界大賽 從二零一八年起帶隊七個球技 交出勝率將近六成的總監的Aaron Bloom 也在大賽之前被問到是不是這幾年來帶過最強的洋姬 接下來即將登場的東西安大戰 兩隊在打線都有相當恐怖打者 雖然總教練在成功奪冠之前 不敢說大話 畢竟藍帽軍團的活力也很恐怖 帶頭的這是大鼓翔平 今年達成五十轟五十道 被認為是國聯MVP的大熱門 不過條文君也有楊姬隊長Aaron Judge 今年五十八發全聯打一百四十四分打點 拿下美聯的打點和全聯打雙冠王 也是MVP的大熱門 兩位本季五十轟的打者 正面交鋒寫下聯盟歷史 面對恐怖打線 楊姬這邊是率先公布第一站的先發投手 在九月二十五號 因為手肘聚雞拉商 進入到了相賓名單 當初就評估今年如果要回歸 球隊這戰線必須打得夠遠 如今隊友們也很爭氣闖進到世界大賽 Coldus 例行賽頭三十一場 攪出防禦率三點七七 如果可以在世界大賽復出 不管先發或者後援 都能替球隊帶來幫助 畢竟條文君的牛棚主力左投Tempio 在每年冠軍賽 無償比賽都沒有缺席 天天打卡上陣 交Coldus 即時回歸 楊姬將增添 另一名可靠的左投戰力 更有力衝擊總冠軍 我是綠台 總和報導